封公子喜欢就好 对了 昨夜你们回来时 夜已深了 有件事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今日你们启程 我父亲和姓宁会跟你们同路 见他诧异的看来 国家主笑了笑 封公子不要误会 其实是因为他们要去医保楼 因此与你们顺路 我便想着 既然都是顺路 还请你路上多关照一下 医保楼 封公子应该也听说过医保楼吧 这楼里可以医患宝贝 其实这一次 是因为我们收到消息 说医保楼里 有一枚集品丹药要医患 不瞒封公子 我停留在先生巅峰 已有些年头了 实力一直无法再突破 而这次的这枚丹药 与其他的不同 据说就算扶下了 也不会影响日后的进阶 所以我们国家打算 尽全力将之拿下 既然是医患之物 应该没那么容易拿到吧 这个说来也巧 除了同等珍贵的义务患物之外 对方还想知道灯仙梯的事情 而关于灯仙梯 我父亲却是曾去过那里的 当年去过那里的人 已经没有几个了 想来应该没有问题的 原来如此 那好吧 我先准备一下 国家主便先行离开 为他们安排上路之事 有飞船待步 他们的归程比预算的还要早 傍晚时分 太阳还没下山 便已经抵达了城外 而在这时 谢家中 美妇人面带愁容 无声垂泪 在她看来 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消息 定是不会有消息了 夫人 你别哭了 这几天你睡也睡不好 又一直这样哭 眼睛都红中几天了 夫君 你去阮家 有没有打听到孩子的消息啊 别提了 这阮家也确实不是个东西 说是让人找了 可到现在也没半点消息 反倒是这两天不知怎么的 他们府里一个 原本不怎么被待见的女儿 说是有什么惊人天赋和奇遇 原本治不好的病好了 如今阮家的人 都忙着给他寻名师找资源 商量着 要让他败入哪个修仙大牌的门下 依我看 他们根本没尽全力 去帮我找孩子 本想着父亲在闭关 且先不惊动他老人家 如今看来 是不行的了 只怕 这事 就算捅到家主面前去 家主也不会为了我们 去和阮家为敌 是 是 是